第一期的生生不息 严明熙无疑是给人留下最深的新人歌手之一 即使从生梦传奇开始 我就已经关注到这位港岳新生代的歌手 但对于他走上生生不息这样的大舞台 还是会有一种不确定的一段主歌 严明熙用大量的鼻音弱音和气声 营造出一种很有叙述感的场面 让音乐不仅有一种时光倒流的回忆感 最为惊艳的就是此后的副歌 仿似二字突然的音域变化 也让作品有一种突然的撕裂感 就像两个不同的乐章相撞击 甚至像两个不同音乐的歌手 所进行的跨界合作 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效果 让作品的情绪与情感表现得极为强烈 真的仿佛如悬崖上的恋爱那么刺激 当然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突然的音域和气息变化 也是对一个歌手技术运用的考验 如果在技术运用上没有处理好 很容易在转换的一下导致闷声 破声甚至是失声 与此同时 在这一段副歌里 叶明希也通过一些真假声的转换 还有90年代另类女生的那种耍音 让情绪变得波澜起伏 所以听起来也是精彩分成 而第二段的主副歌 随着节奏乐器的加入 叶明希的演绎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这一段主歌的结束部分 叶明希也在发声里融入了一些怒音 从而很好地将更饱满和浓烈的情绪 过渡到第二段的副歌部分 在第二段副歌部分 叶明希很像是用虚实相间的声音表现 呈现一堂流行音乐声乐教学课 既能听到饱满的力道 又夹杂着飘逸的仙音 转换最如一气呵成 C段的情绪更是推动一个最高点 和摇滚画的编曲互动也是相得一张 恰到好处 而最后伪装的处理更是高级 情绪和音色突然地回收 用一段天籁般的吟唱 让音乐既有OST的那处画面感 也有了一种绵绵不断的回味 作为一名参加声声不息的新生代香港歌手 叶明希的确可以说 已经有了香港未来巨星的潜力 但更重要的是 她还是一个在做自己的同时 依然能够传承港乐的歌手 在叶明希的表达上 很明显可以听到传统广东歌的那种味道 所以听飞飞这样的歌曲 叶明希在作品里依然是有音乐支点的 这种支点就是发展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港乐 但另一方面 从叶明希参加《社梦传奇》的经历 再到她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的翻唱来看 她又不仅仅只是立足香港地区的港乐歌手 叶明希喜欢《路过人间》和《永不失恋的爱》 这些潮流的普通话歌曲 叶明希也喜欢领悟这样 华语乐坛传统的经典 对于跨时代国语流行乐的熟悉并驾驭 也让叶明希的音乐世界更有包容性 她所呈现的人生表达 自然也就更丰富和扩大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飞飞这首歌曲里 你可以隐约从中听到 叶明希其实用到了摇滚 R&B 另一类流行乐等多种的演唱技巧 并且融合得毫无PS痕迹 因为这些元素都是叶明希喜欢的 也早就融化在她的音乐血液里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正是这种基于传承的拓展和包容 让叶明希身上同样留着 传统和新派两种音乐血液 明明是很经典的港乐味道 却又能处理出更具现代化的气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新生代的歌手 叶明希并没有盲目的追求 所谓曲风的新潮 形式的创新 用所谓国际化的曲风 让自己从外在上体现的现代 并与众不同 从飞飞这首歌里 明显可以看到叶明希扎实的传统 在看似传统的处理中 又符合更多现代化的元素 并由此打磨出一种个人的风格 都说最简单的歌曲最好唱 但实际上最难唱的恰恰就是最简单的歌曲 人人听着都觉得很传统的歌曲 往往在一朝一世间 更能考验一个歌手的处理能力和融合能力 尤其是将简单旋律进行重新设计和分层的处理能力 这样的演绎其实已经是一种人生的再创作了 比如这次闫明希的飞飞 就已经是完全不同意陈希仪的版本 同样的旋律 同样的歌词 却是完全不同的意境和质感 最后想说的是 看惯了英宗节目的那些台风 其实我反而很欣赏严明希的舞台表现 那种甚至有点拘谨和紧张的情绪 其实就是对舞台的严肃认真 也是真正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忘我 或者舞台是需要有互动的一面 但对于有些歌手来讲 舞台同样需要有忘记观众 唯我独尊的一面 唯我代表的是一种深度沉浸 把自己交给舞台 陷入舞台 眼里看似忘却观众 观众却会因为你的歌声而沉沦 我看好延明希的未来 必将成大器 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也许你会 也许你会 陪我看溪水长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